而其实进口车近年来是不断的在抢夺事件 八月份小科车的进口规模高达了两百亿元 这是创下了新高纪录 而其中德系豪华车品牌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 不管是房车或是跨界休旅 这新车的外观都要更加的跑格化 四折线长引擎盖 梯子造型侧下七把 经典跑车元素都到齐 急速下能达两百二十三公里 BMW房车改款 内装也更科技前卫 我想休息 没问题 我已经启用放松城市了 只要告诉车子你想休息了 它就会自动帮你调整空调风量 还有气氛灯 甚至还有你现在听到的音乐 就是要让你彻底放松 来到后排座位 还有3.5颗拳头距离 后车厢容量也放大到480公升 BMW用大空间营造气势 对手冰势来接招 往后看大鞋背设计 以为是辆跑车 往前看到飘汉的直铺水箱护罩 原来是台SUV 黑红配色的内装座椅 加上平底跑车方向盘 与九速手自排变速箱搭配 顶规车款竟拥有612匹的超狂马力 你车子一定要有ADUS 就主动安全 大家才要买 那国产车的话 你要加这些东西上去 那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那进口车没这个问题 它全球卖 雁红色车身 锐利LED头灯 还有霸气的双排气管 高速奔驰下 光听着硬轻声就狠杀 最大马力450匹 最大扭力61.2公斤米 0到100公里加速 只花4.1秒 奥迪推出高性能旅行车来PK 所以在这些进口车 它母厂的成本就压得越压越低的情况之下 它这个价格跟国产车已经很相近了 那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再轻一点 我就买进口车了吗 进口车有多旺 光是八月小客车 进口规模总价就高达6.9亿美元 折合台币超过200亿 创下历史新高 也难怪德系大厂相互角力 新车启发 东森 台北采访报道